我今天要趁着夜色去看一下店 今天是要去看那个糯米奶家里边去了马国吃了 然后这一次是打上去买点小东西我本来下午要出去逛的 可是可是下午的时候就 是找到就没去 给你们看我家附近的夜景 到商场门口附近了 到啦 这家店的人还蛮多的 主编还有一幅盘 然后他们主要是家居那些什么玩意 什么东西 我今天打算找了蛮好看的餐具 还有我们那种什么桌布什么的 不知道他们这有没有 就是这个年轻小要不要 你咬了要不要做厕所 我今天就做厕所 我今天要不去 那我今天要不去 往上做没有看到 桌点什么的 我就做不久 我今天要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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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完了,买了一套睡衣跟那个,就桌垫了 然后因为人太多的时候就没有拍很多 然后回去把这两个东西看一下 我现在回去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它怎么样 感觉那个睡衣摸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然后那个桌垫也挺好看的 我回来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这个餐店,我本来是想买那种餐布的嘛 就比较大块可以垫的 然后他没有,因为我只是为了拍照好看所以我才买的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这个,有两块 大家猜这个才多少钱,十块钱 真的惊到我了,两块这个 因为挺好看就是北欧风的 那家店也就是一个主打北欧风的一个设计师的一个品牌嘛 然后又说到那个miniso 我之前是,还是偶尔会去miniso买的 我不是特别喜欢去那家店,因为觉得可能质量方面不是特别好 然后这家店也是属于那种比较便宜的那种店 然后也是最近火起来的 然后我感觉的话就比miniso还要好很多 就整个给我的设计感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买的他们家的一个睡衣 当时我摸到这个质感的时候我就惊呆了 我觉得质感特别好真的 然后拆开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要怎么拆拆拆拆拆呀 看一下它的吊牌 是那种年鲜的百分百年鲜的一个材质 就是很轻薄的那种感觉 怎么感觉跟上气垫一样 这样的一件是睡衣 还有一条短的睡裤 试穿一下感觉质感还是挺不错的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以上是我们本期的一个糯米店的一个探索 然后记得给我点赞收藏加关注 一键三连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